实修是境界 业力是增上缘 师父接下来给大家讲 要记住 追求佛性 看见佛性 见证佛性 佛性就是要看到佛的本性 追到了之后才能够看见 然后见证佛性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追求男女朋友也是这样的 先听说这个女孩子良心很好 就打电话约她出来 不就是追吗 等看到后真的很善良啊 等到和她好了 得到她的帮助了 开心了 就是见证了 接下来给大家讲讲 有功德和没功德 很多人喜欢讲 你做了这件事情 功德无量 师父给你们讲过 什么叫有功德 你讲你有功德了 你就是没有功德 你说你没有功德了 你就是有功德 被人说一句 哎呀 功德无量 好开心啊 好了 功德没了 有功德 就是没功德 没功德 就是有功德 师父告诉你们 功德不能够随便讲的 真的东西都不能多讲 要尊敬师父 要敬师 重道 勤修炼 这些都是有功德的 生即是苦 因为生出来了 就是苦的开始 人来到世界的 第一个声音 就是哭声 人生就是苦难的基础 人到人间来 就是受苦的 举个例子 就是脸上长个痘痘 都会觉得苦 军人立正时 背后起痒 汗流浃背 又动弹不得 你说苦不苦 现在 很多旅游景点 有人装扮成那种 雕塑似的人 立在那儿不动 为的 就是一点小费 你说苦不苦 哪个工作不苦啊 在人间哪儿没有苦啊 人生 就是生离死别 人活着 就是空 苦等于空 无常 就是说 这个世界 你来的时候是空的 走的时候 也是空的 吃了这么多的苦 得到的是一个空 什么都是无常的 是没有长久的 生命 是以生老病死 轮回交替的 比如人 生出了 老了 病了 死了 轮回了 任何事情 实际上 就是一个交替啊 今天生了 明天老了 后天又生病了 再过几天死了 到了地府 又投胎成了 另一个人 新一轮轮回又开始了 人生就是这么 轮回转动的 所以不要以为 我投人了 可以享受了 其实是烦恼 苦难的开始 而且这个世界 没有永恒的东西 今天 师父给你们讲一个 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 要透彻地 分析给你们听 叫 以苦为乐 以苦为乐 是实修的一种境界 实修就是 实实在在的修心 怎样才能够 把苦 转换成乐呢 寡欲 才可以清心 乐天之命 无所求 一个人 欲望少了 心才可以得到清静 要懂得 知足常乐 就不会那么苦了 其实 我们在祈求 事业 身体 家庭好的时候 是用我们的功德 在求 是会抵消功德的 就像我们念经 念小房子 是在还债一样 用功德 去求人间的钱财 求福报 是最傻的了 会失去功德 用功德 去求财 也不一定能发财 因为钱财 是前世所修的 天地宇宙之间 有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师父用白话 讲给你们听 人在吃苦的时候 业力 就会得到转化 我们的孽障 就得到消除 吃苦 可以把我们的 业力消掉 这就是 为什么师父 叫你们要把 苦转为乐的原因 当你的业力 得到消除以后 你不就开心了吗 吃苦越多的人 业力消得越快 业力消除了 福分 就自然来了 所以有一句话叫 苦尽甘来 吃苦怕什么 人到人间来 就是吃苦的 每天吃点苦 又怎么样呢 很多人就是憋不住 憋不住的人 就是没有定力 如果大家能够咬牙 多吃点苦 同时拼命做功德 祈求菩萨 就会很灵的 师父下来 是灵有使命的 在人间 也是在修行 我在帮助人家的同时 也是在帮助我自己 很多人 在救人的时候 给别人讲法的时候 他自己 也是在学习 和进取啊 人在享福的时候 就是在享用 自己的福分 一旦福分用完了 而这期间 又没有吃苦 行善 还造了业 接下来 就是倒霉和灾难 要记住 吃苦实际上 是在转你的心 人只有吃苦了 才会想到 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才会想到 去求菩萨保佑 转心等于转业 把生活中的一切苦 转化为乐 有一句话叫 苦中有乐 其乐无穷 以苦为乐 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苦是乐之音 乐是苦之果 上班很辛苦吧 但是当你拿到工资的时候 就乐了 这些钱可以付房贷了 可以度假了 中了这个苦的音 才想到 祈求菩萨 求菩萨灵验了 乐了 果不就出来了吗 学佛是理 学佛是理于是 理是理论上学佛法 是是心 是用行动去做的 是是实修的一种境界 我们现在 学的是理论 那么怎样体现在行动上呢 怎样体现在 弘法救人上呢 大家要懂得 理事要圆融 就是心想和实做要圆融 心和口要合一 修心的人 心里想的和嘴巴上说的 行为上做的要合一 这些都是人间的东西 说简单一点 就是言行要一致 口于心的结合很重要 师父现在 教你们的法门不是空谈的 要修正自己心中的宇宙天地 每个人心中有一个宇宙 就是我们平常讲的 胸怀大志 胸怀祖国 放眼世界 师父叫你们修的 是你们自己心中的宇宙 要做一个敢于走出去 放眼全世界的人 昨天 有位听众 台长叫他许愿 他说 台长啊 我要是许愿后 做不到怎么办呢 这样的人 本身就是 没有很好许愿的基础 如果你许愿 心里想 我一定能够做到 你就可以许 地藏王菩萨说 地狱不空 是不成佛 现在地狱空了吗 但是 就是因为菩萨有这么大的愿力 是多少人可以投生啊 但是 他实实在在地 许了这个愿 他成了佛 如果你们许愿 心里一定要想 我一定要怎么做 要怎么去救人 当然 要真的去做的 如果做不成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你用实实在在的行动 去做了 你就是菩萨 师父说了 我在有生之年 只要活一天 我一定要弘扬佛法 救度全世界 有缘之人 这就是我的愿力 你们敢不敢 天天在观世音菩萨面前 这样讲 师父天天跟观世音菩萨 这么讲 我要救全世界的 有缘之人 我可以用自己的生命 来许愿弘法 愿力越大 得到的功德越大 愿力越大 得到的反馈越大 师父现在的法力这么大 你们知道 怎么来的吗 这就是功德所为 救的人越多 愿力越大 你的法力和功德 都是成正比增长 修心修行 就是要修自己心中的宇宙 如果你没有经过 实修和实证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经过 实实在在的修心 和验证修心后 得到的果 你感觉 你修成功了 那你还是 局限在一个理字 局限于嘴巴里的道理 而没有实践的东西 但修法门 而不修心的人 是越修越执着 入魔不知道 比如 某个人经常说 这个人能够看见了 那个人也能够看见了 我最好也能够看见 法有两种 一种是佛法 还有一种是魔法 单修法的人 你能够知道 是佛法还是魔法吗 如果修不到佛法 不就是魔法了吗 你修魔法了 不就得不到佛法了吗 正和魔就差那么一点点 犹如 中 走不准时 不是好的中 所以一定要修心 而不能单修法 为达究竟 如果修心 还没有达到究竟 就是还没有修到正 还没有修到底 你的心 已经变异 甚至 已经把你的心 修到丢失了 你要找到的 是迷失的心 否则 你要永远在六道中轮回 一个人为什么很喜欢 某个特定的人 就是有一种痴迷在里面 迷没有关系 但是迷过头了 就是痴迷 就找不到真正的自己了 师父叫你们 不要丢掉自己迷失的心 实际上 修心比修法更重要 修法 是表面的东西 比如嘴巴里 讲起佛法 一套一套的 说这个法门好 那个法门不好 今天去这个庙里拜拜 明天去那儿烧烧香 等等 如果不修心 连做人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 能够真正的懂法吗 师父情愿你们 把心修得好一点 也不要只做表面的东西 给师父看 修法不如修心 因为万法为心造 所有人间的东西 可以称为人间法 都是由心造成的 心在想什么 这个世界 就会变成什么样子 举个例子 过去有些人 开会之前就会想 今天要按领导批评了 一进会场 看到别人的脸 就会觉得 别人要逗他了 世界上所有的东西 都是你心中想出来的 你今天想生意很好 实际上 生意今天就是好 有些人觉得风水不好 在家里搬来搬去的 还是觉得不好 他们就是 不懂去念经 调节和改变风水的问题 人的心也是很重要的 有一句话叫 福人住福地 就是这个道理 人的心不好 住地风水再好 也是没有用的 心即是法 法即是心 学法的人 想着要修出各种花样来 实际上 修出各种花样 并不是好事 只有佛菩萨是先天无极正法 修出来就是正法 这个已经跳出三界 不在五行之中了 学法的人 想学这些东西 就变成魔了 因为这个东西 对于他们来讲 太高深了 比如说 中学生 想学博士的课程 是读不了的 但是我偏要读 能读吗 可以读 读偏了 最后跟大家讲 一个念头 清静心 把你的心放平静 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修心得成就 全在于一个心地 心地善良的人 才能够修正 心地不善良的人 就算修 修出来的 也是歪东西 为什么有的人 修善良 还是出邪恶 功夫在于心 修心的人 要懂得用心 来控制善良 阻碍邪恶 用佛的智慧 来关照自己的良心 关照就是 用眼睛 看着自己的良心 看看自己 今天是在行善事 还是在做恶事 是否充满恐惧等 按照佛陀的法意 探讨你自身的佛实 你自己要经常想想 我所学的佛菩萨的意识 在不在 我今天做的这件事情 是否有佛菩萨的意识 在里面呢 意识就是意念 如果你今天 做了一件事情 你的意识认为 我这样做是好的 是修心 是做功德 那就是 有佛菩萨的意识 叫佛实 要注意 自己心的动态 做任何事情 心都在动 人的意识 是操控人的肉体的 所以要记住 佛的意识 时刻在你心中 你要控制住 自己心中的意识 和心的行为 心的动态 要懂得调心 智心 那么你就能够 净化 转化 和度化你的心 度化就是 慢慢的 把自己不好的东西 去除掉 每个人身上 都有膜 就像每个人身上 都有癌细胞一样 只有战胜自己身上的膜 才能够使自己成为佛 我 我不能够 感到 你 你 你的